6月24日,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众议院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调查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事件。此前,共和党人阻止了一项建立一个调查此事的独立两党委员会的法案。 以法划款不断较认为下方法法。 естно似曾经厉害过的阵务委員会的派文众宣布,国会行者和国会的外加法。 我问到今天的法案、日选择决斗业的条件大限那是大家的可能给了上的条件。 未来会有的条件、Kont工作和在这段时间高cies3月的条件下方法。 我问今度了一条条件,有可能替了条件 立法宣布在这段时间的条件上。 we gave it so much time not soon not likely maybe someday in the meantime I'm hopeful that that could still happen at some point however this morning with great solemnity and sadness I'm announcing that the House will be establishing a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January 6th insurrection again January 6th was one of the darkest days in our nation's history I've said it now three times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establish the truth of that day and ensure that an attack of that kind cannot happen and that we root out the causes of it all 他尚未任命委员会的主席 国会助手和议员们 已经将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 本尼汤普森视为最佳候选人 佩洛西表示 该委员会的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 其中将包括共和党成员 他说他希望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卡锡能任命负责任的共和党成员 加入委员会 他没有说明委员会是否会要求 麦卡锡就当天的事件 以及他与前总统特朗普的通话内容 进行作证 他说这将由委员会决定 但是补充说 很明显共和党人害怕真相 佩洛西长期以来一直坚持 希望成立一个外部的独立两党委员会 来调查这次袭击事件 但是上个月参议院共和党人 阻止了建立该委员会的法案 佩洛西表示 他将继续努力建立一个委员会 并且指出911委员会花了14个月才建立 佩洛西表示 特别委员会将花尽可能长的时间 直到得出最终报告 该委员会将需要在众议院 获得多数票才能够成立 欧洛西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